紧着开启警民抵达现场 时辆盖装车立刻一哄而散 还有人在马路上狂奔 却在逃跑过程中 两张机车拔绳碰撞碰的一声 人车爽爽倒地 警车挡住不让他走 骑士却趁机抬起车子 油门一催转身就跑 一路跑给警察追 最后在路口红灯急煞 车子失控飞了出去 不偏不倚撞上执行骑士 就像保龄球两车挤路倒地 无辜被撞的骑士赶紧爬气 而肇事骑士却迟迟无法起身 警方上前关心 警机送医幸好没生命违宪 8号凌晨在新北市三重 10辆改装车聚集在场来回绕行 警方到场驱离 还发现有人没戴安全帽 逆向行事 未打方向灯等以规定开罚 并开除24张罚单 最高可处是34900元 违规车辆 本分局已锁定死于 辆机车个别一 相关规定举发 违规行需在逃跑过程中 肇事念祸 不但要面临高额的罚还 还害着自己一身伤 记者中程梁对宣新北市报道 摆拾下来回继续